都練得很硬 有時候我已經趕不上尾班車了 是很累的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大家要做的事 我是Romancer 我想在這個劇中一點 選擇勇敢一點和自信一點 踏出自己的頭腦鬆 我什麼都害怕 要什麼都去嘗嘗笑 我是Romancer 我很想做好這場show 是Romancer 兩天一夜的經歷應該是難忘的 我經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味 但有人情味好像一套劇一樣就是有距離 這個陪伴大家很想摸到 可能在這兩天夜聽到很多 大家都是在找自己一個點的人 想成為一個點的人 我想大家都在做第三步 就是在做一些事 令自己成為 你自己心想成為的 這段時間 我希望這段人情味的故事 可以由我們存在在裡面 和你們相伴到1月8日 之後怎樣呢 再交給大家一起決定 再交給大家決定 再交給大家決定 我覺得最挑戰的是 角色上年齡差這個問題 因為我要演一個阿婆 都七十幾歲 很難捉摸這個阿婆的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位 我也很感謝各位 很願意來這一晚 來看我們這麼多位 一起演戲 很希望他們可以見證 一班很明顯的人 怎樣去做好這一台電影 用很多的心機 去做好一件事 而這些事其實是 說的是真實的 一些香港人的故事 香港近幾年 可能一些彼此的信任 或者一些人情味 都開始 已經 越來越沒有 我希望的就是 可能就是珍惜眼前人 或者珍惜彼此一個 互信 一個友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透過這個故事 知道多些 背後的人在經歷什麼 就是這個橙屋背後的人 可以反思一下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我覺得開心是最重要的 大家享受的感情 享受的這個劇 其實開心都可以有很多種 例如我享受裡面的感情戲 我享受這個戲帶來我們的溫暖 我享受這個戲玩一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開心 包括無論是觀眾 還是我們的組員 還是我們的演員 其實大家都一樣 就是享受我們每一個時刻 說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補充 看得到青年輕團 太好了 太好了 成就着壮举 偏偏好想撤退 就算粉碎